有请下一位常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呢 江春江 看您拿着这个器物还挺大的 收藏多久了 那个怎么说呢 说我一个话小 也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在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给我的父亲的生日礼物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 我就放在那儿 最近这几年 他就走我 连我上去家去看 那家去是小博物馆的 他就总跟我说 今天收过这个宝贝 明天收过那个宝贝 我就想是给我送这个 我父亲这个礼物 你能支点钱不行 好 也是一个资深的藏友 送给父亲的寿礼 对 来看看 今天我抽个热闹 让专家给我鉴别一下 当时发小送您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干什么用的 景泰兰紫湖 我说您跑这趟 都有点麻烦 您直接打个电话 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好意思 你说别人送给你个礼物 你问问这东西多钱 那倒也是 你要给钱呢 是不是 对 到底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年代的藏品 现在市场价值又怎么样 今天现场给您断明白 好吧 谢谢 来 请健保 这个虎有一定的手头 说明它是柱铜摊 表面呢 溜筋很肥厚 不是现在的那个电镀筋 要是电镀筋呢 它那个光泽感比这个强 镀层呢 比这个薄 均匀 这个呢 是过去的传统的流金方式 边上的那个扇刻 也非常精美 也很清晰 这个是很费工的 我的观点啊 这个符合 清中晚期的工艺特征 而且呢 造型啊 也很端庄 是不错的一件工艺品 那它这个是宫廷用的吗 这个当时应该是 至少是猛藏啊 这些王公贵族用的东西 那专家老师给出的 市场估价是 这个在12万左右比较合理 因为现在市场比较低 我们在这个前景说的 这要是在过去的话 这个价还应该高一点 那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相信咱们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太好了 朋友送这个东西太好了 当时等级又高 但是专家老师也说了 这两年市场呢 正在理性地调整 再来跟店主朋友交流一下 好吧 这个要是现在放在咱们店里卖的话 那得多少钱呢 如果在我的店里 可以像这种等级的 应该到15到18万 本身我也非常喜欢 如果你要是想做 下去到时候咱们俩商量 再一个你有这么好的朋友 能不能介绍我认识认识 没问题 没问题 朋友当时送我们 这么贵重的礼物 可以第一时间 好好地向他表达一下谢意 回去一定请他吃个大惨 很开心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恭喜您收藏成功 谢谢 祝贺 祝贝费 你 这 走 不好 谢谢大家